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我们和家里头的兄弟姐妹 和教会中的兄弟姐妹 关系和谐和乐吗? 今天我们讲思想,诗篇133篇 上帝好期待祝福我们 跟家人,跟教会的好朋友 能够和谐的相处 经文提到,看那弟兄和睦同居 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是何等的美好,是何等的可爱 何等的让人愉悦 上帝期待我们和人和乐的相处 而这么和谐好像什么呢? 第二节,只好比那贵重的油 浇在亚伦的头上 是的,高油代表的是祝福 代表的是供应,代表的是喜乐 有丰富的祝福 临到,并且也好像 黑门山的甘露降在西安山 黑门山有丰富的露水 而西安是比较需要水的地方 上帝的恩典好像甘露一样 会临到我们 水在旧约场代表的是生命 和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而这份祝福 因为在耶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这份永生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上帝要给我们的福气 不止只有今天 更是直到永远 何等的美 何等的喜乐 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福分 当我们认识他 起来敬拜神 这是120到134篇的上行之诗当中的 大卫的上行之诗 大卫深深体会到 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 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与人和好 有最美的关系互动 这张的要解提到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 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主神帮助我们 起来敬拜神 享受神给我们的爱 与我们彼此之间真正的美好和谐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您 当我们认识你 敬拜你 我们要经历到 神把爱与喜乐 放在我们当中的祝福 让我们可以与身边的家人 与弟兄姊妹和睦同居 何等的美善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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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